姜葱举鱼头一道简简单单的菜 居然是一家昌宾小馆里面的招牌菜 一天能卖出50份 今天我们就来复刻它 现在我们用到的鱼头是雍鳞 也叫大头鱼 取最嫩的那两节把它砍成大块 我们这道菜会用到大量的姜还有葱 姜有两个形状 一个是姜块还有一个姜片 葱白和葱尾的部分把它分开放 这道菜吃的就是姜葱的味道 这两者少的话就没有灵魂了 砍好的鱼头清洗一遍后 再用吸水毛巾吸干表面上的水分 这一步很关键 如果吸的不够干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它会产生大量的水分 就没有这么香 现在把它腌制 给上适量的盐、糖、酱油、蚝油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给上适量的米酒去腥增香 再给污一些胡椒粉量多一些 它的作用可以去除鱼头里面的腥味 搅拌均匀以后 再下午适量的淀粉 让调料包裹住 两网人做砂锅鱼 首先第一条件 看到没有很新鲜 下午淀粉以后 再搅拌均匀 给上一些花生油 还有芝麻油 放一边腌制它2-3分钟 现在我们开始热锅 这道菜之所以好吃 它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烹饪 先用平底锅下午一些花生油 把姜片爆香 姜片爆到有少许的微焦以后出锅 再把姜油倒回锅里面 这时候就可以下午我们腌制好的鱼块 这样子的鱼头呢 它会吸收姜油的香味 全程大火去煎制到 它表面有少许的微焦 煎制的作用呢 会比我们平时 砂锅鱼头吃的时候 会来多一份焦香 大家看到没有 全部开始焦面以后 再下午我们刚才的姜片 旁边烧热的砂锅里面 下午我们的花生油 下午姜块 把姜块爆香 姜块爆出香味以后 鱼的底部也煎好了 就可以一次的摆入我们的砂锅里面 尽量的不要把它堆在一起 让它摊平 这样子做的目的 可以让它均匀的熟透 摆好就下午我们的葱段 撒入50克所有的10年花雕 利用花雕产生的蒸汽 从而把鱼头完全的焗熟 焗好的鱼头 底部是没有一滴的水分 最后再撒上我们的葱尾 就可以盖上盖子起菜出锅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状态的鱼头 没有道理不好吃 大家觉得如果这道菜 在私人会所的话 要卖多少钱一份 真的是又香又嫩 如果没有鱼头的话 一下子就把它缩进去了 太热了 爽 今天这个菜太热气了 是不是给大伙娘送过去了